最后一题他要我们做什么 最后一题的话 他要我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做修改 包含修改哪里呢 三重区 然后还有什么羊 本来是香瓜 就前面加一个羊就对了 所以有价钱跟量 那修改的方法 好像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要修改这里面的资料的话 当然包含就是几个地方 第一个 如果要把那个三重 四改成三重区的话 那第一个的话 你就先找到什么 找到他的index 他的所影值 等于那个三重区 特别之后 这个index0指的就是 我们index0 指的就是我们的最上面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 0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抓取的是 这上面 我要去找到这个三重区的这个资料 然后找到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 这个实际上是变更 修改的意思 我要修改在index里面 排在这个0的位置的这个地方 它本来叫三重四 那我直接先赋予它一个新的资料三重区 所以它会把这个原来上面里面本来是三重区 本来是三重区 你们index0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本来叫三重四 那我就丢一个三重区在这里 把它盖过去了 所以它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位置里面的资料 就会变成三重区 意思是把它覆盖 覆写上去了 OK 那它的位置刚好就index里面第几个 刚好就第一个 编号从0开始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资料盖过去了 那盖过去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只是暂时性的 那你要永久性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再把这个index里面的值 index里面的值 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一串 那因为我已经变更里面的其中一个叫三重区 然后改了之后的话 重新再丢给它就对 重新再丢给谁 丢给那个data frame里面的index 意思是说我把它盖过去了 OK 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写这一行的话 等于你现在只有改那个串列 你并没有改里面data frame的值 OK 所以但是如果你要改data frame的值 你要先把那个串列修改 重新丢 丢一次给 这个叫重新赋予index OK 那一样的方法 column column2 跟column3 那指的就是这个column里面的column0 column0 1 2 跟3 有没有 本来叫香瓜价 香瓜量 把这两个改成 香瓜 羊香瓜 最后的话 一样再把它丢给 那个data frame里面的column 把它盖过去 最后呢 我把它print出来的话 这样子看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最后print 三重4 变三重区了 香瓜 因为前面都有一个羊 这两个 这样就OK 它其实就考你这样吧 OK 最后当然 如果说 我后面还有做一个补充 就是说 我最后这个考试是不考的 OK 如果我要把 变更完的结果 再输出一个excel的话 那非常简单 df.2 底线excel 瓜糊给它一个档名跟负档名 这样子我们就输出了 所以我把这个out303.xlsx 如果我再多这一行 我考试不考 这只是说因为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那我就可以怎么 这个permission 这个档案是开启状态 所以它没办法复写 就把它关掉一下 重新再run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已经就写出成一个excel了 在哪里呢 在这旁边 我把它打开来 OK 你会看到我们的excel档 这边就有了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要 那再把这个最后的结果 也就在那个拍摄里面做完东西 你可以再输出成一个excel 然后甚至你可以用附加档的方式 再去寄给别人